念到继续讲 若能聊聊常知佛知本体 自然调伏诸根 这个就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想要调伏诸根 您要怎么办呢 聊聊常知佛的本体 佛的本体是什么 就是真如就是自心 就是前面所讲的一 我们把这个一再说得更加简单一点 是经题上所讲的五个字 清静 平等 绝 您能够正到清静 就是阿鲁汉 能够正到平等 就是菩萨 能够达到绝 您就是佛同 而我们念佛法门 您只要修到心清静了 就可以往生了 清静嘛 也有程度不同 上倍 中倍 下倍 您下倍就可以往生了 那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下下平 功夫成平 所以我们念佛 至少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才行 念佛方法 是人人都能够 这一辈子真正做得到的 就靠我们大家是不是真正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因此我们知道佛的本体 自然而然就能够调伏诸根 这就是说 我们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 再也不会有执着 分别妄想起现象 我们清楚吗 一些万法都是怎么回事呢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本体得不到 它没有三种相 由本体现出的种种万象 也是不可得 所以体相都不可得 您还有什么好执着的 您把这些头放下了 心就清静 心就平等了 下面再举个比喻 如手握金刚王 宝剑 来者聚斩 自义不存 剑亦非剑 佛门有一个讲法 这讲修行的心要清静 清静到什么程度呢 佛来佛斩 磨来磨斩 不管是什么现象出现 您都不要把它当正 所以金刚经特别好 教我们大家保持心地清静 佛提醒我们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您可不要 世间法不执着 您执着什么呢 佛法 像有一位女众同修 她来我们这个道场挂单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她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读经的时候会哭 听经的时候也哭 参加37年法会 也哭 从头哭到尾 从第一诗哭到第三诗 一开始我们觉得 这应该是初学 有这个感应吧 福利价值 可是发现她 每一堂个都哭 我们就后来觉得 她不对劲了 后来就问她 你怎么回事 她说我也不晓得 从在家的时候 学博都是这样子 来到道场也是这样子 我们就跟她说 你这个要注意调整 你不能够再 顺着这一个情绪 让她继续延伸下去 要控制一下 因为她这个字 被这个悲魔附身 在干扰她 到后来调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就比较正常了 她上课的时候 就没有再哭了 你想想看 我们法师 正在台上讲课的时候 忽然下面哭起来了 那多少会怎么样 影响到旁边的同修 也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也会互相干扰 那么后来 这个情形一消失 她这个心情就非常地舒畅 故善调福 身心和顺 这都是讲 基督世界的菩萨 深入正会 身心俱调 正会明了 菩萨心里面 只生智慧 不再生烦恼 故烦恼于习不断而断 到达基督世界 真的 那个烦恼习习它怎么样呢 不知不觉当中 它自自然软 就断掉 其实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 我们现在在这个道场学习佛法 无论您是听经念佛还是拜佛 有没有一边修 一边辅断烦恼呢 都有 志愿无上 这次讲到 要利益众生了 利益众生最殊胜的事情 无过于劝勉大家 念阿弥陀佛 生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好啊 真的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多待一天 就多受一天苦 没有必要 随顺如来 依佛之教 行佛所行 这个也是我们要向菩萨学习的 要常常把佛陀教诲呢 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 圆圆满满地做出来 故意七觉圣道 为所屡见 我们昨天嘛 前天跟大家汇报了 七觉之八圣道 这是菩萨的行门 佛之五眼为所修喜 佛是真正做到了五眼圆明呢 这是菩萨也希望达到的目标 造真达俗 真是自信 能生能献一切万法的 就称为自信 自信呢 作用非常大 当年贤手国师在写 修华人奥子 忘记华人冠里面 就讲到四种德 四种德里面的第一个德叫什么呢 叫随缘妙用 妙在哪里呢 妙在不着相 虽然佛天天在度众生 人家是度而无度 无度而度 诸位同兄 您在家里面 照顾家人 您不要把它当作是家人 把它看作是谁呢 全部是阿弥陀佛 包括自己 我也是佛 您也是佛 大家平等 以照顾佛 供养佛的心 来照顾家人 那个心里面的欢喜 宁可不要怎么想 我照顾你 是因为我钱是欠你的 我现在还债 我帮你洗衣服 因为你钱是帮我洗过衣服 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帮你洗衣服 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 本来是可以修一些功德的 结果怎么样呢 说得好一点 修一点福报吧 不应该这样子 要把一切众生 看作是佛 他本来就是佛嘛 不管他是诀还是谜 都要好好地照顾他 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 都念佛声道极多事情 我们要跟一切人 和睦相处 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